CNN力讚中共抗疫 老闆馬立原來已經投資中國18年 自我審查失封骨 中國最大垂直互動媒體竟然是CBSI 亞馬遜熱賣都是中國產品 背左私收購華郵 訂閱就送中共外宣 為習近平呼怨 幫中企融資彭博金做中共辯護人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曾傳出AT&T有意出售CNN的消息 而這兩天 美國多家媒體又報導了一則消息說 CNN決定今年3月31日 關閉有30年歷史的機場電視廣播網 理由是受中共新冠病毒肆虐的影響 航空客運量下降 另一個原因是 大眾在手機和其他網絡平台收睇的設備變多了 近幾年 CNN作為專業媒體的形象 更備受質疑 去年年底的時候 《真相工程團隊》曾爆出CNN電視台 2020年10月時的一次會議錄音 總裁傑夫·扎克 下令邀丑法特朗普 他還曾指示編輯團隊 不能跟進報導拜登家族的醜聞 雖然CNN將今次關閉機場電視廣播網的動作 歸咎於中共新冠病毒 但在去年 CNN曾無視中共隱瞞疫情 導致病毒肆虐全球的事實 對中共應對疫情的控制模式大唱讚歌 中共向歐洲提供了有問題的呼吸機和劣質口罩 而CNN的主播就賣力稱讚 對於中共病毒起源的問題 CNN的主播克里·斯庫默 也是紐約州長安德魯庫默的親弟 更是曾表達過病毒可以來自任何地方的看法 他還說相信病毒在2019年10月就已經在美國出現 那個時候正是美國流感高峰期 呼問為中共開脫的言論 當然令北京非常高興 中共各大媒體更頻頻引用他的說謊 來推卸中共隱瞞疫情的責任 並卸博給美國 聯邦黨人的資深讚稿人 說瑞作家海倫羅里曾經說過 你經常會看到和中國有經濟往來的美國公司代表 很自然地成為中共政策的維護者 傳播中共的宣言 這些美國公司 就有不少是美國主流媒體的身影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曾經表示 這些媒體、廣告商可能因為想進入中國市場 或擔心他們在中國市場受到威脅 因此開始形成了某種言論的影響力 和輿論的審查力 導致有一股影響全世界言論的紅色勢力在背後湧動 在巨大的市場 以及背後利益的驅使下 一些美國媒體選擇了對中共卑躬屈塞 CNN是由華納傳媒擁有並經營 而華納傳媒旗下的華納兄弟公司 對中共的叩頭早已不是新聞 當然中國市場的誘惑起了不少作用 我們接下來就談談這些大媒體和中共的生意經 華納傳媒對中國市場的投資 可以追溯到18年前 根據新浪財經報道 2002年初 也就是中共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沒多久 華納傳媒旗下的華納兄弟公司 就已經投資上海天堂電影院 同一時期 也入估了香港城市電信旗下的 香港寬頻國際有限公司 同年華納傳媒和其他中外媒體 包括英國廣播公司 法國國家廣播電台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迪斯利集團等在北京 參加了為期三天的電視與廣播 博物館國際理事會聯會 這個1995年成立的理事會 前六階聯會是在羅馬、巴黎、倫敦等歐洲城市舉辦的 而首次在亞洲召開聯會 地點就算在中國、北京 在這裡就要提到一位中共的老朋友基辛格 基辛格當時正是理事會的副主席 這次在北京召開的聯會 討論了全球化現狀、傳媒街角營和私營媒體的關係等話題 但是其中重要的議題就是 發展中國傳媒市場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 仲淹請了議會的代表 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 華納以1,396萬5千元人民幣投資 並且持有了上映集團旗下永樂股份的電影產業 上海永華電影城49%的股權 2004年 根據BBC報導 華納兄弟公司和中國地產集團大連萬達達成協議 計劃聯手建立和經營華納兄弟在中國的電影院 不過為了嚴格控制百姓的思想 中共也將手伸延到電影院 對電影拍片提出不少要求 樂政傳媒的研發諮詢總監曾經表示 主管部門希望一些弘揚主旋律的電影能夠在各地電影院播放 但是一些外資影院因為收益的考慮而拒絕了拍片要求 也讓主管部門意識到外資控股影院的風險 這個主旋律 大陸人都明白指的就是為中共歌功頌得的電影 2005年尾 中共攀佈了關於文化領域引入外資的若干意見 要求新興建的影院 中方控股51%以上 或者被中資佔主導地位 2006年華納退出了中國電影院市場 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隨後這個複合年增長率高達45%的市場 又將這位巨頭吸引回來 2012年 中國銀幕總量達到13,000個 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個萬個銀幕市場 當時影院的投資可謂是紅極一時 華納再次關注中國的影院市場 2013年6月 華納傳媒宣布 和中共的第一家文化產業投資基金 華人民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 達成了戰略合作關係 而CMC的創辦人黎瑞光 不僅是中共黨員 也曾擔任中共上海廣播電視局總編室副主任 上海民廣新聞傳媒集團總裁 東方衛視董事長等職位 2015年9月20日 華納和CMC共同宣布 雙方將會聯合出資 堅造旗艦影業 其中華人民化產業控股51% 華納兄弟持股49% 在利益下 曾經希望在中國投資影院 並且做控股股東的華納兄弟 也甘心做小股東 華裔作家海倫羅里表示 當美國公司和CMC等組織合作時 他們會受到中共利用他的法律 來推進他全球目標的影響 包括他們的網絡安全法 包括強迫技術轉讓 令公司和數據受到中共的隨機搜查 公司還被迫在中國建立數據中心 中共可以直接觀察數據 這些都為美國帶來國家安全風險 那麼了解到這些 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CNN 要在中共新冠病毒的問題上 對中共唱讚歌了 當年與CNN一起參加在北京舉辦的 電視廣播聯會的還有其他媒體巨頭 其中的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也是其中的一個 CBS在1927年成立 總部車在紐約 和NBC全國廣播公司 ABC美國廣播公司 並列美國三大商業廣播電視公司 喜歡追美劇的中國人都會知道CBS這個名字 CBS曾播出過《法妻》 《橫蘭紫梅花》 《廣南大爆炸》等經典美劇 近年來CBS在中國市場不斷擴張 投資巨大 在中國的業務系CBS互動中國 擁有中關村在線 我愛購物網 網上車市 電腦資家 風料網等一大批一流專業傳媒品牌 內容涉及科技汽車時尚等多領域的 17間專業網站 2010年11月 大陸第一財經周刊發表文章 《CBS的中國生意》 文章裡面說 即使電視業務在中國很難落地 但是CBS沒有錯過這個巨大的市場 它靜靜地成為中國最大的垂直互動媒體公司 並且說 《互聯網》是這個電視大佬在中國的大生意 很少有人知道 CBS旗下的CBSI 是中國最大的垂直互動媒體公司 它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和成都、五地 都有直屬的辦公室 在2010年前後 中國就已經成為CBSI 在美國之外最大的市場 根據CBSI提供的數據 它在全球的營收裏 來自中國區的營收佔比達到10% 而當中高達40%的業務增長率 既遠遠高於CBSI的全球平均增長水平 也高於中國品牌在線廣告26%左右的平均增長速度 第一財經周刊這篇文章還透露 錢不是問題 當時的CBSI中國區總裁說 CBSI並沒有在中國區設定投資的上限 只想令中國區把握機會把餅做大 在這些業務之外 CBS還嘗試和中共喉舌新華社合作 有消息說 新華社希望CBS可以幫助新華電視在北美落地 CBS就希望新華社可以幫助他們 滑船進入中國 雙方還希望在智能手機和iPad領域展開合作 在中國巨大市場的利益誘惑下 CBS在中國的餅越造越大 而隨之而來的 是和其他主流媒體一樣 漸漸失去媒體封骨 主動配合中共的言論審查 2019年5月 CBS電視網推出了一部熱播的律政劇《奧骨之戰》 在第三季的其中一集 因涉及諷刺中共的審查制度 部分內容被CBS電視網過濾刪除 被刪除之後的畫面顯示 CBS has censored this content 意思是CBS審查刪除此內容 不過這樣一來就等於超高天下 想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 需要面臨好好的中共政府審查機關的壓力 因此有網民慨嘆 這麼直接的超高審查 看上去更像是高級黑 據說《奧骨之戰》劇情中 原先還涉及被中共鎮壓迫害的法輪功 1989年的六四事件 經常用來與中共主席習近平比較的小熊維尼等 這些被認為涉及敏感內容 而在劇集播出時也被審查刪除了 就連諷刺中共修憲令習近平無限期掌權的英文字母N 也被無情封殺了 這個字母N只是因為可以代表連任N屆的意思 對比這個時候的內藥 而在十幾年前CBS也曾經很有媒體精神 1999年的時候中共開始大肆迫害法輪功 當時幾乎全球的傳媒都選擇了禁聲 或是轉發中共黨媒的負面報導 而CBS就曾經多次正面報導了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 不過事過境遷 一旦與中共在利益上有了牽扯 原則就會退手 曾經作為傳媒人應有的精神 也漸漸被消磨桌盡 除了CNNCBS的中國生意外 還有哪些媒體與中共關係不一般呢? 2020年5月保守派在線雜誌聯邦黨人的一篇調查報告 總結了各大媒體與中共的商業關係 2013年亞馬遜CEO伊曼富翁傑夫貝佐師 以2億5千萬美元收購了華盛頓郵報 而背了CEO與中國的商業市場有直接的聯繫 亞馬遜最受歡迎的產品 如亞馬遜ECO和Kindle電子閱讀器 幾乎全部都在中國生產 在中國市場展開業務多年後 背了CEO與中國的聯繫 在華盛頓郵報的廣告欄目已經顯現出來 華盛頓郵報訂閱版有附送一份由中國日報提供的 名為中國觀察的廣告刊物 華盛頓郵報公開接受中共的廣告費 並散發中國宣傳品 再說說MS、NBC和NBS新聞 他們都是由NBC環球公司經營 該公司與中共有廣泛的經濟聯繫 2010年11月NBC與新華社簽署協議 建立國際廣播新聞業務合作 ABC美國廣播公司與美國最明顯的商業聯繫 是通過他們與和路迪士尼 以及ESPN的合資企業 這兩家公司在中共控制的中國經濟中 都有深層次的金融權益 無疑這些美國媒體公司 與中國公司建立的這些財務關係 是為了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 還有全球最大的財經資訊服務提供商彭博 公司的創辦人米高彭博和他的公司彭博LP 在中國進行了大量投資 彭博LP支持了364家中國公司 並引導大約1,500億美元進入中國債券市場 而這些公司之中 有159家由中國直接控制 米高彭博本人一直是中共的辯護人 他親自遊說反對特朗普總統 和中國的貿易談判 並為中共鼓掌說習近平不是獨裁者 去年12月10日 特朗普總統的大兒子小特朗普 發推特指責各大媒體被中共收買 隱瞞加州眾議員施育威爾 被中共女間諜滲透的醜聞 CNN曾報導該事件 但只用了3分16秒 而MSNBC、NBC、CBS、ABC 就完全沒有報導 梳理一下這些媒體與中共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那就不難理解這種操作的背後原因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次節目的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次見